一口气看满明成祖朱棣的一生,他五征芒谷,留下西洋,虽是篡位登基,但他文韬五略,功勋卓著,堪称千古一帝,他戎马一生,开创了明朝天子守国门的传统,他迁渡北京,修筑永乐大典,开创了明朝最强盛世,永乐盛世,然而他残忍是杀,又给后世留下了无数的争议。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朱棣波澜壮阔的一生,看看明朝最鼎盛的永乐盛世,朱棣出生在南京应天府,是朱元璋与马皇后的第四个儿子,当朱棣八岁时,朱元璋登基称帝,并立长子朱镖为皇太子,朱棣十六岁时,根据父皇的安排,他与大将军徐达的长女成婚,六年后,他带着家人前往北平九藩,此后,他多次率军征战蒙古, 立下赫赫斩功,备受朱元璋喜爱,这一段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统兵作战经验,为日后起兵造反奠定了基础。 经过多年的战争洗礼,朱棣成为无可争议的最强藩王,在他三十九岁那一年,朱元璋驾崩,由于太子朱镖早亡,二十二岁的皇太孙朱允文登基,改元建文,建文帝对朱王心存忌惮, 刚登基不久就下旨飞除朱棣的同母帝朱王为庶人,并流放到云南,接着又废弃了戴,湘,齐,明死亡。 湘王不愿接受欲礼羞辱,自焚而死,此举令宗室朱王备感憨心。 随后,燕王朱棣以清军策之名举兵反叛朝廷,这就是人们熟悉的静难之意。 其他朱王则袖手旁观,坐看皇室内斗的胜负结果,建文帝缺乏军事经验,而明朝开国明将也几乎被朱元璋清洗一空。 他先是派遣老将耿炳文讨伐朱棣,但在真定遭遇惨败,耿炳文转功为首,而建文帝却急于求成,命令耿炳文班师回朝。 随即,建文帝派遣曹国公李景龙率领五十万大军北上讨伐朱棣,得知李景龙率领五十万大军北上后,朱棣直接将北平城交给燕王妃,自己则率领部队前往宁王处结兵。 此时正值寒冬世界,朝廷的大军主要来自南方,他们不适应北方的寒冷,又缺乏玉寒衣物,战斗力锐减,导致一时无法攻占北平,还有很多士兵因受冻而死伤。 朱棣借兵归来时,朝廷的五十万大军已经疲惫不堪,李景龙匆忙迎战,结果被朱棣击败,全军覆没。 朱棣得胜后,信心爆棚,感觉自己天下无敌,觉得皇位就在眼前。 然而,在南下进攻济南时,他却被铁炫和圣雍所作。 在东昌之战中,朱棣遭遇惨败,大将张玉战死。此后,朱棣与朝廷在山东僵持不下,局势变得对朱棣十分不利。 因为朱棣只拥有北平周边一小片领土,如果打之九战,很难与掌握全国资源的建文帝抗衡。 然而,出乎人们意料的是,此时建文帝竟然将京城的守军也派到了靖南战场。 这个消息被朝廷的内鬼传到了朱棣那里。朱棣决定孤注一掷,绕过山东,挥石南下,直接攻打南京。 在接下来的灵弊之战中,朱棣彻底击溃了朝廷守军,并俘虏了圣雍、平安等人。 紧接着,燕军成功渡过长江,逼近南京城。 南京城内的宗室权贵遭以各怀心思,古王朱棣和曹国公李景龙开启金川门,迎接燕军入城。 建文帝失望之下,在宫中纵火焚烧宫殿,从此消失无宗。 朱棣对忠于建文帝的文官进行了血腥的清洗,对臣服的武将既往不救,甚至有所奖赏。 但皇位稳固后,仍将他们赶尽杀绝。 公元一新402年,43岁的朱棣正式登记称帝,改元永乐。 朱棣登记后,首要任务就是安抚宗室,他大家封赏,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,但却削弱藩王的兵权,使其无法对皇位构成威胁。 这种做法虽然保障了子孙皇位的稳固,却给明朝留下了沉重的财政负担。 自明朝创立以来,朱元璋一直有将都城牵制北方的想法, 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实施,明朝的首都一直是南京。 直到朱棣继位后,经过30年的发展,明朝达到了鼎盛状态。 朱棣决定将北平升格为北京,并开始推动迁渡计划。 与此同时,为了推广明朝的国威和扩展朝共贸易,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开展使节活动, 郑和途经多个国家和地区,最远抵达东非和红海,就航行规模而言。 这个时候堪称中国古代海上航行的巅峰时期,也是古代朝共贸易的顶峰。 此外,朱棣还下令修转《永乐大典》,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级大城的典籍。 全书共有22937卷,收录了七八千种图书。 朱棣48岁那一年,达达人南下翻边,朱棣派秋福率十万大军北征,但因亲抵全军覆没,朱棣大怒将秋福全家流放海南。 此年,他率军御驾亲征,在沃南河打败达达大汉本雅势力。 与此同时,蒙古部落瓦剌的势力也在不断壮大。 朱棣再次率军出征,在忽兰湖施温战役中大败马哈姆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此战中他曾亲自率领骑兵冲锋赛前。 三年后,北京城修建完成,明朝迁都北京,迁都后朱棣的身体越来越虚弱,他将日常政务交由太子处理。 尽管如此,他仍未忘记北方的蒙古人,每年他都会出征落北。 每次明军一出现,蒙古人便会迅速逃窜。 公元1.4824年,朱棣在第五次北征规途中驾崩。 享年65岁,他被追封为太宗,并葬于北京明长林。 纵观朱棣的一生,本来皇位与他没有丝毫关系,但他步步为营,应是通过自身的实力将皇帝宝座纳入囊中。 不得不说,他是明王朝非常有作为的一位皇帝,他不仅开疆拓土,还开创了永乐盛世,其文韬武略,毫不逊色于欺负朱元璋。 尽管如此,藩王造反夺位是他无法抹去的一生污点,也因此使他饱受后世的争议。 历史上同样是藩王造反夺位的还有另一位,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。 显然,李世民多被世人认可。 那么问题来了,同样是造反夺位,为什么李世民比朱棣留给世人的评价要正面的多? 这背后的历史真相,你知道是什么吗?